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Carmen 當然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大家好 是的,袁醫生 上一集我們講過關於很多狂躁症 和情緒病的資料 我們都提過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營養不足而導致 另外我們還講過除了西藥以外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很成功的工具 就是可以給西藥有更好的治療效果 那今集你是否可以為各位聽眾 再詳盡解釋一下 同類療法裡面有什麼方法去治療這些情緒病呢? 很有趣的 我們上次就講了 醫學上有很多數以過千 我想可能過萬的研究 是講過情緒病、精神病和營養的關係 但是另外一種醫療 我叫同類療法 有250年歷史的一種醫療工具 這也是我的專長 是 同類療法 就是用的工具 經過很稀釋 很稀釋 很稀釋 稀釋到可以說 你走去化驗 是完全化驗不到任何物質 是 所以同類療法被打壓的機會就很少了 因為她說不准買這個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水而已 酒精而已 糖而已 她無法遇到任何東西 所以同類療法全世界沒有成功被打壓 但是英國就有這樣的做法 英國就企圖 因為英國是有國家醫保 即是國家醫療工具 都包括同類療法 英國政府不應該支付它 但是她又不能夠禁止它 是吧? 同類療法 因為它是一種稀釋的藥 沒有成份的藥 它根本是一種心理藥 所以同類療法 可以購入一個項目 叫做Placebo 即是說安慰藥 即是她用這種手法 幾多 她知道同類療法這麼久歷史 曾經美國有很多間 有23間同類療法醫院 現在的醫院 目前的醫院 例如米茨根大學 Michigan Universal Michigan Ohio State Hahneman Medical School Universal San Francisco 其實前身是同類療法醫學院 波士頓大學 前身是同類療法醫學院 所以大家有機會去到這些醫學院 目前還存在的醫學院 你回到她的圖書館裏面 你會看到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米茨大學 早年也是 早年也是有很多同類療法的資料 所以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認識 香港人對這方面的認識非常少 同類療法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二大醫療 有70多個國家有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同類療法所用的是很稀釋 所以跟我們上次提到的營養方面 其實有另一個層次 不相同 她一樣是很成功地可以治療 但又不是用物質的醫療 也不是用營養的醫療 她用一些療劑 由天然的物質裡面 是經過特別的稀釋充能處理 研製出來的特別的療劑 是用一個健康的人裡面 是試藥或者是一些過去的經歷經驗 譬如有些毒藥吃了之後 當然有些症狀出現 由這些這樣的資料 加上臨床的經驗 她慢慢地 我們是成功地製造很多這方面的臨床的經歷 好了 同類療法 我用這本書 這本書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考慮 在健康店我已經開始放這些書給大家買來自己用 同類療法書有兩大類 兩種的 一本字典 叫做repertory homeopathic repertory 我們健康店裡面有一本 作者是Robin Murphy 他叫做clinical repertory 是臨床的 所以你在一本書裡面 你可以找到 例如under mind section 你可以找到那個maniac 即是粗狂的症狀 那under maniac 在她這本書裡 有149隻療劑 即是說 149個療劑 過去都成功地醫了這個 粗狂症 基本上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那149隻裡面怎樣去選擇呢 是吧 即是怎樣選擇呢 一隻隻亂撞不行的 是吧 當然它也有叫做subrubric 就是細微一點的症狀 症狀 其實rubric意思就是說 這種症狀在背後 是跟著有些療劑的名字 這個療劑有這種症狀出現過 好啦 那在銅鑼療法國的治療過程 我們就拿個case tick a case 將整個病人的整體症狀 就收集了之後 從症狀裡面去找一些 症狀裡面找一些rubric出來 就是症狀有療劑有紀錄的症狀 那我們這本書可以慢慢查 當然也有電腦 現在有電腦幫助分析 那譬如大家給一個 就是有一個taste 就是我們在說什麼呢 在mania 149隻療劑裡面 其中是大的療劑 即是很顯著有這種狂躁症的症狀的療劑 大概只有十幾隻而已 這十幾隻療劑裡面 治療這個症狀的療效是很高的 那大家如果有這本書 那十幾隻裡面 你逐個逐個去看這本書 就是另外一本書 就叫做本草綱目 叫做material medical 是另外一本書 我現在手上的一本 是Robin Murphy的作者 他也是我主的老師 他叫做nature's material medical 他裡面也有一千多隻療劑 很簡單 如果大家根據不同的症狀 找到一大堆療劑 估計大概這些症狀 這幾個療劑 都是包括了這些症狀的時候 你可能很難找到一隻 你可能找到幾隻 那你就逐隻逐隻 在那本草綱目 我叫material medical裡面 他就ABCD這樣列出來 你找到那個 那一章是關於療劑 那你就從頭到尾去看看療劑 聚術療劑的症狀 是怎樣 人物性格 身體每一個部分 有什麼出現什麼症狀 看看哪隻問答自己 還有他能夠醫到哪一種病 那基本上 大致上 其實我醫生也在做這件事 只不過我們熟悉一點就做得快 我們不要這樣熟悉 那就可能花多點時間去找 其實大家都可以的 因為我最近遇到一個病人 他是一種蝕胎癌症的 但他做的研究是很仔細的 可以很肯定 他認識那個蝕胎癌症的資料 是遠遠多過我 他已經很快都知道 對我來說 我們不重要的 因為我們醫病 不是很多仔細的 發現的資料 西醫的名稱 對我來說不是真的太重要 因為我們通常是用其他的資料 我發現很多病人 因為他自己有這個病 他的鑽癌也很厲害 往往他對那個病人 他的知識很了解 很了解 高過我 所以我都不怕承認 我都跟他講 好了 我們最重要是指引他 如何去治療 如何去找這個症狀 好了 如果你買到這兩門桌 這兩門桌 在銅鑼灣的六創健康店 和中環的百花街附近 我們都有一間健康店 都應該有這兩門桌 一本是Robert Murphy的 Homeopathic Clinical Repertory 就是症狀的症狀 還有一本就是Material Medica 簡單來說 是每一種藥的本草項目 每一個藥的性格 醫療的範圍 臨床的資料 以及過去歷史上的歷史背景 很詳細 每一個 一兩個項目 兩三個項目 都可以看到 不是那麼難的 我覺得不是難的 當然 你要習慣一下 如何去找 好了 再和大家想想 例如149隻 醫療的療劑裡面 它有些 我叫做subrubric 即是說 仔細一些的症狀 好了 其中一個 例如 abuses everyone 即是這種人 就經常遭殖別人 罵別人 對人很不客氣 有這個症狀的療劑 有五種 其中一個 Anacardium Canphora Canphora Tara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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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窩蜘蛛 即是毒藥 這種症狀的人 就會很abusive 小孩子很頑皮 經常說錯誤 罵別人 其中一個症狀 就是 Undacardium 或者Tarantia 好了 其中一個症狀 即是急性 突發性 Canphora Stramonium 是突發性 還有 有一個症狀 同時 可能發現 尿有蛋白 只有一種療劑 Phytolec 還有 狂妄症 和 抑鬱 是交替 即是Bipolar Alternative with depression 也有十多療劑 你知道你是Bipolar 比如Bipolar 我們都有三十多療劑 主要療劑 大概五個療劑 其實不是那麼難 五個療劑 你再慢慢去 每一種療劑 去轉移 去了解 不是那麼難 是 好了 那 譬如 Bipolar 狂妄症 加上 焦雷 一種療劑 Stramonium 還有一個症狀 就是失了聲 知道嗎 即是狂妄症的人 突然間焦雷 會失了聲 一個療劑 就是Stramonium 它會突然間失聲 還是在狂妄症的時候 呼叫令它失聲 可能因為呼叫 在其中的伴症 即它看到的資料 症狀會出現這個症狀 還有可能腦袋充血 Baladonna Stramonium 全部都有 可以看到 有些是流冷汗 飄冷汗 Canver 和Stramonium 都有 也有的時候 狂妄症 有發羊吊抽筋 有四種療劑 有這個症狀 有些好像被鬼上身 也有大概幾種療劑 有些狂妄症 狂妄症 如何解釋 可能脫衣服 很多性方面 引誘的行為出現了 有時候 狂妄症 因為有皮膚出診 用藥膏按了之後 被按了之後 病就入了裡面 出現情緒這方面的症狀 有發燒 狂妄症 有一個狂妄症 手指是不斷地移動的 叫Gesticulate 大家都會看到 有很多小動作 手指的動作 狂妄症 有狂妄症 有幻覺 只有兩個療劑 Beladonna 和Stramonium 所以其實不太難 你可以看到 很多症狀 我經常提到療劑 Stram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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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狂妄症 是很有用的 還有一個症狀 叫做Clap hand 即是拍手 即是狂妄症 所以拍手 郭坎叫做療劑 Stramonium 一隻 即是有時候 你察覺到一些 特別的症狀 而療劑 只有一兩隻 變成你中的機會 很高 有一個症狀 就是Wants to be held 即是喜歡被人捉住 即是被人捉住 Ascenicum Ascenicum 很不安全 經常都沒有安全感 那種 Indecent Indecent 就是erotic Indecent 這個症狀 Haiosiamen Haiosiamen 就是喜歡暴露露體 他在外面 那些嬸嬸仔 經常都不穿衣 露露了下天 終於走來走去 也很頑皮 有時候可以考慮 Haiosiamen 比較明顯 這個 療到後 他可能立即沒有這些行為 路態行為 立即減低了 嗯 有時候狂笑 狂笑 Haiosiamen Beladonna 也是 那時候 很怕光 Beladonna Gelcymium Stramonium 也是 在這種情況下 很怕光 也有肝症狀 也有自熟的行為 在這個情況下 有些在驚奇的修經的時候出現 如果女性 你發現她出現這個症狀 狂妄症 是剛剛出現了停經的時候 三種療症 Semi-Servicus Legesis 和Bervatio 這樣你會看到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些很獨特的 以及很明顯 一定很準確的症狀 不要自己想的 它是有就是有 很多時候你會犯錯 你會強行想這些症狀 好像有 那療劑通常都不會對的了 所以你一定要 症狀方面 就要很準確是找得到 那你才可以用得到的 如果你強行去找 那就未必做得到的 那有些在這個症狀 狂妄症 是在那個懷孕期間出現的 就是那個生育期間出現的 那都有成有好幾隻的 Stramonium Semi-Servicus 其實都有在那裡 那就是我們呢 除了那個149隻裡面 我都有成三十幾四十個 我們叫做 subrubric 即是那些 那些 就是仔細的症狀 其中一個 Rage 即是 憤怒 然後狂妄 憤怒 那這個 整天都有 基本上都有 也都看到 Anacardium Beladonna Brionia Hyaciamis Lycopodium Stramonium 這些主要症狀 有成三十幾隻症狀 都有這個症狀 好了 狂妄得利 就是整個宗教的思想 就是覺得自己是神 神的代表 是先知 有幾隻症狀 Anacardium Vervatium Vervatium的症狀 有時候有些人 在海德公園 那些人就在那裡 站著一張 在木板上 那些人就說 這些是罪人 世界要打救你們 那些人 這些行為 是Vervatium的行為 有時候 這些精神 這樣的狀態 其實療劑 可以很快 可以幫得到 也有一個症狀 就是不斷拯救自己 Beladonna 瘋茄 不斷拯救自己 還有大聲 叫的 Screening Beladonna 都是主要的 是主要的療劑 那 還有 唱歌 在狂猛之中 是喜歡去唱歌的 Cocculus Nuxmoshata Tarentula 那些蜘蛛 Vervatium 都是會有的 那 你可以看到 譬如 有沒有暴力症狀 有暴力傾向 如果暴力傾向 都有幾隻療劑 Anacardium Beladonna Lacas 射毒 很常見 還有 Sharmonium 好了 在這些 這些資料 Rubic 裡面 你就可以每一個 我通常是這樣的 如果看到Rubic 我就抄下 有哪個療劑 這本書的好處 就是它用臨床的治療 就是用clinical的治療 但當然 很多時候 你不能夠只靠這個 臨床的治療 去幫助你找到 你所需要的療劑 譬如 治療方面 我有本書 一位精神科的醫生 他也是和我療法醫生 他有很多這方面的Rubic 譬如 這個人是不是很醒覺的 叫做Alert 你找他Alert 他人很Alert 或者他很小心 或者他的集中力很強 這是主要的症狀 有一種叫做Bisfulness 就是他人好像飄飄完 很開心 這個情況 我叫做Bisful Feeling 或者是流年 在過去很開心的時刻 他這種精神的狀態 這是一個症狀 在醫治學書裡 也有的 好了 看他有沒有不停地活動 他有Ccess Activity 或者過度活動 不斷地 就是經常都很忙 很忙 有一大堆療劑 Hurry 有時候有一種Delutions of Grander 就是什麼呢 就好像自己很偉大的狂妄 那種感覺 還有Distractability 或者是Domineering 即是狂妄得來 他好像一個暴君 一個獨裁者 這叫Dictatorial行為 好了 這方面 如果他在這種情況下 他穿的衣服 穿得很鮮豔的顏色 他在我們的療劑裡 是Dress Hourty Dress 或者是很色彩的衣著 我們其實是加上 很多很多不同的症狀裡面 從而找到一個 整體上最適合的療劑 那你去治療 那你治療的成功機會 成功機會就很強 好了 當你要真的用這個方法找到 或者你用其他的途徑 了解到哪個療劑 譬如你認為 我這個症狀是Stramonium的症狀 Stramonium有多少 我都經常用的 Beladonna有多少 狂妄症很怪 天茄 一個十元仔常用的發燒藥 竟然治療狂妄症 那些狂妄症都可以 很嚴重的狂妄症 我試過過去 用Beladonna都可以做到 所以你找到療劑之後 你就自己去用 很簡單 你自己可以用30C 或者用200C 安全一點用30C 但很多時候 我們用療劑 譬如精神問題嚴重一點 有些說法 就會用高分能一點 就是用200C 或者1000 1000就是1M 但一般來說 用30C就是最常用 一般家庭用30C 如果你30C覺得有效 用效好像失效 用純了 如果症狀 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即是沒有變 證形沒有變 相似的 繼續將療劑加一些 但如果症狀變了 就未必對 即是你用了之後 咦? 不要下了 而它有其他的行為出現了 那你就基本上 就要用 改療劑 這就是我們同樣的療法 那你要用多久呢? 其實呢 嚴格來說 其實需要時 需要時就可以用 譬如你有這個症狀 你吃它一次 兩次 或者吃它幾天 一天吃三次 然後呢 你完全康復 其實理論上 你就不用再吃 直至到這個症狀 回來了 那我試過有些病人 嚴重那些 狂妄症 我是一個星期吃一次 一劑 10M 那他就搞定了 那他就搞定了 他自己知道的 他覺得需要時 他吃一劑 那可能一個禮拜之後 兩個禮拜 可能一個月都不需要再吃 那他感覺需要時 又再吃 那那個用法呢 就基本上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需要時吃 還有呢 你份量越高 你吃的次數就越少 不要用一千 一萬的份量 一天吃幾次 通常就不需要的 那很多時候呢 有些醫生呢 就用那個次數用得很少 譬如用一劑兩劑 就觀察他的反應 那我見過有很多醫生 真的吃兩劑 那一般觀察多久呢 看個症狀 看個症狀 在急性那裡 在急性毛病下 來到看我們的病人裡面 那我們通常呢 就觀察他一天到的 就是沈溫仔發燒得很厲害 或者痛得很厲害 或者咳得很厲害 或者癢得很厲害 吹吹很厲害 那你不能等的 你不能等一個星期流血 那你只想他一給他 大概在一天裡面 24小時 我應該要求有改善的 那譬如有些人狂妄叫啊 哭啊 其實有時候一給他一劑 半個小時已經停了 我試過那些病人呢 在我們給了藥之後呢 他就出門 就是臨離開之前 就擠一口吃一口 那門開了 就出門後已經復活了 那麽厲害 那就是講了一分鐘都不用都可以 好了 醫生啊 如果聽眾買了一些療劑 自己試 那他要觀察自己多久呢 一般都是幾天就可以了 就知道療劑對自己有什麼用 需要再試一種新的 譬如大家自己找到療劑 那你當他吃的安全一點 你吃的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是吧 那你覺得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其實完全沒有什麼改變 那個人又差不多 症狀又沒有什麼改變 那你可能那個療劑 可能都不是最適合那個人 那有時候你找到療劑 是幫助到 但又不是最適合那個人 那就會幫一點的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怎麼知道自己的症狀 人有沒有好呢 有幾方面的 最重要是看個人的精神 自己的精神方面 有沒有精力方面好了 頭腦有沒有清醒了 其實這個是代表健康整體的 譬如有時候慢性病 譬如包括癌症那些 那其實他流腫已經按了 或者割了 或者電死了 那你都不知道 但如果吃了之後 他體重的寧願維持都很好 還有他整體的狀態 可以這麼說 胃口啊 然後精神啊 睡覺都很好 或者改善 或者那個人覺得很安長 開心一點 沒有那麼恐懼 沒有那麼焦慮 那就是代表個人的本質 就是內在的質是好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有時候 他身體內的質 精神好多 但他那個病狀 譬如癌症的流腫 是繼續這樣長大 那很可能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要轉弱 要對付流腫 有時候都會這樣需要的 那譬如你說 咳咳咳都很厲害 你主要的症狀 那當然咳咳要好 是不是 他人很開心 但是你咳咳一點都沒有 這個癌症是一個方向 就是一個重心 就錯了 那有時候你就要去處理它 那譬如那個bipolar bipolar就是那個雙極 兩極性的症狀症狀 又狂躁又抑鬱 交替地出現 那其中有個資料就是 譬如有些人 在狂躁的時候 他就拼命買東西 拼命去購物 拼命去購物 購物 用很多很多錢 滾滾滾到爆燈 那些 那在我們的同學療法經驗裡 是有一隻藥 有一隻藥可以治療這個症狀 這個就是蛇毒 Lecasus 那 我相信香港如果家人有這些症狀的人 狂買東西的人 其實一定可以和你見到 很多 那如果這個人 有些症狀 尤其是女性 又接近更年期 即是幾樣東西 荷爾蒙的干擾 又是女性 有這些購物的狂 那說話就說到滔滔不絕 又不喜歡睡覺 一睡覺就好像呼吸不到氣 這些全部都是蛇毒的症狀 那如果有這個症狀 射到 我想很大機會 就可以治療到它了 OK 那就是 同學療法就是一種醫療的藝術 那就是 需要很多經驗的 但它的好處呢 就是 你不用怕它自己嘗試去用 因為 用對就有效 用不對 基本上是沒有東西發生 好像吃了一些 沒有東西的水 或者吃了幾粒糖 那好像我妹妹 在澳洲 然後照著兩個女兒 她老公都不是很相信的 那就沒辦法了 一有時我妹妹就拿著這本書 就《透明 Perfect Medicine 》 我跟大家介紹過 Maseimo Panel那本書 那我就給她幾盒的療劑 有幾百隻在那裡了 那她根本基本上有什麼事 那就去找個 拿本書研究一下 找個療劑 通常就搞定了 那女兒從小到大 是從來都不需要看醫生 醫生都不用看 那也很少病 就是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跟隨了正確的方法 就不要打針 搞壞她身體的免疫能力 其實你身體是病幾次 經歷幾次 基本上你照她病 其實都很難的 你想她病都很難 好了 很多謝袁醫生在第一節裡 為我們這麼詳盡地解釋 很多療劑對情緒病的醫治效用 那我們現在先來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第二節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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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袁醫生 最近我們香港的天氣 入了冬天之後 身邊很多人都有傷風感冒出現 最近看報紙也說 澳洲那裏發現很多 我們用的感冒藥特敏覆 出現了抗藥性流感病毒 請問在同類療法裏面 有沒有療劑可以治療傷風感冒 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就是每年 在這個時間開始 近冬、乾燥、天氣轉 其實也是所謂的 那些傷風流感季節 最近在診所裏面 也有很多這些病人出現 其實流感不是那麼可怕的 其實流感本身的病徵 也不是那麼辛苦的 其實流感最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處理得不好 演變成肺炎 最近你也看到了 退縱軍人症 其實退縱軍人症 其實主要說出來 都是一種肺炎來的 就是它最重的症狀 是一種肺炎來的問題 剛才你也提及了 就是所有的西藥 很容易都會出現這些 所謂抗藥的問題 那達文夫是我們最近原來 就認為原來最有效的 最威風的 但是其實在外國的資料 你發現就先用特文夫 其實那些療效其實不是那麼高 很多情況之下 就是它的作用都不是那麼大 可能將你的病情縮減一天兩天 是自己知道的 但是到上年 2011年 在澳洲 八月左右 澳洲已經發現抗特文夫的病毒 已經出現了 有20多個病人 因為中了一招之後 就是達文夫的藥 完全沒有什麼效果 好了 在自然醫療裡面 其實我們經常很強調 人類的藥物 是一種單一的藥方 就用抗生素也好 就是想到辦法 來到變種也好 什麼也好 適應的 但是在自然界就不同 因為自然界那些 譬如好像植物裡面那些 植物 你知道植物不是好像動物 有什麼遇到難可以走路 所以在自然界的植物出現的那些 那些治病工具 其實是很多元化 是很多很多成分 所以是很難出現抗藥性 你的細菌那些病毒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因為它的成分是很複雜性的 所以在每年 我們在所謂的感冒季節 我們病人都很厲害的 他一早已經避免了 我們的基本工具 其中一個工具就是橄欖葉 你會知道 橄欖葉在聖經上 其實是經常提及的橄欖 橄欖本身的食物 原來橄欖葉裡面 我們叫橄欖葉精華素 olive leaf extract 裡面含有很多 對付病毒 對付細菌 還有很多對呼吸系統的問題 是一個很強的免疫效果 橄欖葉本身也好 味道又相當甜的 好像喝些水果 最重要的是橄欖葉 所以我們很強調 就要看到裡面的一個主要成分 叫做Oleropin Oleropin O-L-E-U-R-O-P-I-N 這是一個主要成分 很多時候 那產品會強調 它這方面的成分 是夠不夠 夠不夠高 在我們的 我曾經說過 植物遇到敵人 它要想盡所有工具 一致多方面 要抵禦到 所以橄欖葉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尤其在流感季節 還有我們病人很多時候 就懂得自己避免了一些 我們叫做營養素 營養補充劑 就是ACP和5-MAX 那ACP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食物的維他命A 食物的維他命C 和C集 Bioflavonoid 你知道 這些維他命C A Bioflavonoid 都是對呼吸系統很有幫助的 那些病人 他自己會服用 當中預防也好 或者一感覺有少許病症出現 他就立刻大量地吃 很多時候就可以 將病症 即勒克 就可以控制得到 還有另外一種叫FIMAX FIMAX 就是FIMAX Gland 我們身體的FIMAX Gland 我們的胸腺 胸腺是什麼 是製造我們抗體的 Antibody的地方 那我用這些 就是用胸腺的組織 製造出來的營養補充劑 很多時候 遇到問題 ACP FIMAX 以及 加上橄欖液精華素 是一些非常有效 處理到流感 這些問題的工具 好了 除了這些 特別的工具 其實食物方面 也有很多 在電營界 有很多方面的 可以說是一種食物 大家都聽過 大蒜 加力 其實大蒜 可以這樣說 在我們藥廠的抗生素 未出現之前 大蒜治療的感染 效果已經是遠遠高過 非常之好 甚至乎Louis-Pastere 例如Louis-Pastere 提倡 細菌致病學 其實Louis-Pastere 細菌致病學 其實不是 Louis-Pastere 發明的 是他當時 有一位醫學教授 是當時的法國醫學教授 是他發明的 Louis-Pastere 其實是偷他的 抄襲他的 其實Louis-Pastere 本身都承認 大蒜的成效 比抗生素更好 比抗生素更好 以前蘇聯打仗 其實蘇聯的士兵 很多時候 都是靠什麼 抵禦感染 都是用大蒜 所以大蒜 也有一種稱號 有一種別號 叫做Russian Penicillin 即是蘇聯的培尼西洛 士兵很明顯 在戰場上 不斷帶很多大蒜 蒜頭 不斷地來吃 但有沒有說要生食 還是熟食都有效 其實很明顯 生食的效果 可能比熟食更好 始終有效成分 沒有經過高溫的處理 應該是更活躍 傳統以來 大蒜一直都是用在處理 細菌的感染 例如Strap Stroke 甚至乎是霍亂 都一樣是有效的 也有很多上呼吸系統 病毒性的感染 因為很多都是病毒的 上呼吸系統的雙風感冒 其實很多是病毒 不是那麼多機會 就是細菌感染的 可以說百分之九十 都是出所病毒性的 大蒜可以幫助身體 清除肺內聚積的黏液 那些痰 大蒜也可以增進刺激 我們的免疫系統 加強T-helper cell 白血球的活動能力 加強NK cell 就是一種白血球的細胞 一種天然的殺手細胞 它亦都抑制有害的細菌 亦都幫助消滅很多病毒 包括引致傷風的病毒 而且它會舒緩很多感冒症狀 剛才所說 吃大蒜是幫助你清除肺內的痰 所以很多人都是 積積積積積得很辛苦 科學上也有很多實驗室的研究 其中一個研究 這是雙重萬丈研究的 它發現如果你用大蒜 是可以幫助你復原 是三倍這麼快的 就是三倍於不服用大蒜 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們叫做Double Blind 雙重萬丈的 有對照組的研究 志願人士裏面有146個人 參與用大蒜 一些人就吃大蒜的大蒜丸 就是那些膠囊 包著它 另外一些就是吃安慰藥、假藥 每天吃12個星期 在馬溫妍的11月到2月之間 在冬天的感冬季節裏面 他發現吃大蒜的組的人 他們在冬天的雙重量減少很多 那減少多少呢? 服食大蒜的人 雙重量減少了63% 那就是說 譬如對照組沒有吃大蒜的人 他就差不多是 在總人數的那個 就是那個時間是366天 就是他在那組人裏面 而吃大蒜的那些 只是病了111天 那就是說 他那個次數是少了63%的 這樣 那還有呢 就算雙峰的時候 吃大蒜的人 他那個病的時間都減少了 那平均呢 他病1.52的一天 那如果沒有吃大蒜的組人 是5.01天 那麼多 那就是說 吃大蒜的人 是幫助他 恢復的快 快70%的 OK 那就結論很簡單 就是大蒜就可以預防 那個一般的雙峰 還有呢 就令你康復 是三倍的速度 是康復的 還有一個研究呢 就很有趣 他用老鼠做研究的 他發現呢 如果你老鼠呢 你餵那些大蒜的 那些抽取液 給他們呢 你根本上呢 你不能夠 令他們出現感冒的 就是你怎麼去捕它呢 用感冒菌怎麼捕它呢 它是沒有 就是它是完全保護它們的 這樣 那所以大蒜呢 是一個非常之有效的 就是有那個 有那個 有那個 有痰啊 有胃肺裡面 積很多這樣的農痰啊 那去用大蒜呢 是一個方法 那你說最簡單來說 你就是吃蒜頭 是不是 那有時候有機會吃到 那當然吃到口氣很重 也沒辦法 大蒜頭很難入口 是啊 那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把那些蒜呢 就用攪拌機 加些果汁啊 啊 那你就噹噹噹到它 那用些甜點的果汁呢 那可能呢 就是容易 就是容易當成一種 藥水那樣吞下去了 那如果沒有所謂的 你有機會 你看到有蒜頭在那裡 那在那個 感冒季節的時候呢 就吃多一點了 OK 好了 那除了大蒜之外呢 還有這些食物呢 也是可以幫助我們 處理那個感冒的呢 啊 或者發燒的呢 那就是 薑了 大家都知道了 薑呢 那薑呢 可以幫助我們呢 就對付或者消滅那些病毒 和細菌的 那幫助人呢 康復得快些 那但是一般上呢 我們用薑呢 通常用的是什麼呢 有些人呢 就是胃不舒服啊 或者孕苦啊 作嘔啊 作悶啊 或者暈船浪 或者暈車浪 那時候呢 那這個我通常會用薑呢 是處理的 那你知道有時候那些 我有一些那些 那些感冒菌 入了腸 是不是 入了胃啊 那這種症狀呢 就是作嘔啊 想作嘔作悶啊 想嘔的時候呢 那那個薑呢 可以發揮到這個 就是防止 或者舒緩那些作嘔的 那也有些人呢 就因為 做了化尿啊 或者電尿 都有一些副作用啦 那他們都會作嘔作悶 那發現呢 在這種情況下呢 薑呢 也是可以幫助得到他的 那但是薑是發熱的啦 那有時候呢 如果你是發燒的時候呢 是那個 用那個薑呢 是可以幫你減低燒啦 還有呢 是減低那個發炎的症狀 就是熱啦 就是發汗啦 是不是 容易容易發汗 那樣 好了 那他們做過一個研究呢 他説呢 他説呢 那個薑呢 是對於煮你發燒的 他的效果呢 差不多跟吃阿時不靈差不多 差不多 那他說呢 用薑的時候呢 那個那個 那個退燒的能力呢 是可以有38% 減低過燒的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阿時不靈的不同的地方呢 薑不會導致裡面 就是阿時不靈做出來的那些 腸胃發炎啊 或者內部腸出血的嘛 是不是 薑是肯定沒有這個問題的 那還有呢 用薑呢 有時候有些 那些 那些 頭腦脹 頭痛那種 那種的 那些薄薄的頭痛呢 原來薑呢 也都可以幫助得到的 OK 好了 那我除了大蒜啦 薑啦 那薑可以就是沖薑茶 是不是最簡單 是不是 當你有症狀的時候 或者腸胃很不舒服啊 那種這樣的情況呢 那喝杯薑茶 那 或者倒大蒜下去 那還有另外一種食物呢 就是洋蔥 OK 洋蔥呢 就好像 和大蒜很相似啦 它是一個很強的抗病毒 和抗菌的工具來的 那也都呢 洋蔥呢 也都幫助你去痰化痰 好像大蒜那樣 可以幫你化痰 令到你呢 呼吸是舒服些 暢順些 那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很容易呢 就是 由那個 感冒處理得不好呢 感染了之後呢 就變成支氣管炎 甚至乎烤喘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用洋蔥 那很簡單的 我記得我爸爸以前也是這樣 他自己都是 因為一個感覺自己好像想作 想傷風感冒 他立刻就拿薑水 煮少許薑水 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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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有一些 蔥之間的 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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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wolf啊 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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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冬天,在英国的环境很容易出现这种阵形 它会流鼻水流得很厉害 鼻水也很泥 鼻干流到鼻孔有点红红的 还有咳嗽 咳嗽,有一种撕裂的疼痛 在据文中有些报道 因为英国黄膝一向是用痛的疗法 英国的塔利斯王子出国去出尽外游 都永远带着同学疗法的疗剂一盒在 我们很多病人都会有这个习惯 因为同学疗法的疗剂是很细尽 很容易攜帶 他在英国这种环境 塔利斯王子一遇到伤风 他就会吃洋葱的疗剂 自己预防一下 就是说作为一个疗剂 洋葱都可以发挥到治疗伤风的效果 但当然是一种食物 洋葱、大蒜、姜都可以帮助 除了这三个食物 还有什么食物可以 大家都要看到吃的芥末 芥末里面有些叫Horse Reddish 我们叫做烂菌或者叫做山葵 很辣的 有些吃芥末吃了之后 整个喉咙就封住鼻歌就脏了 其实正义就像人家的伤风那种正常 原来芥末的芥末是一种强杀菌的 有抗生素的效果 通常芥末是原来传统的 用来医的喉咙痛 还有上呼吸系统的感染 还有不同的感冒症状 所以食物里面其实有很多 遇到感冒伤风 在厨房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在营养补充剂里面 我们在市面有时都会看到的 用那些酸含有酸的后糖 原来酸本身也是加强免疫的功能 是将你的helper cell 这个白血球里面的helper cell 和白血球的杀手 anti-natural killer cell 都会加强活动的 那酸本身也是抗菌和抗病毒的 也都可以抑制病毒的繁殖 那酸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有些人就是当他在冬天 喉咙开始有些问题 想作伤风 就立刻含一些芯片 不断含芯片 那除了之外 有时候有些人用香薰油 oregano oil 其实很多香薰油 都是对那些呼吸系统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自然工具 是非常之多的 自然间的植物 产生出来的抗菌的工具 是多方面的 因为它不会 所以很少你会发现到 会出现抗菌 或者drug resistance 这种问题 虽然天然的动物的植物 一直都是非常之有效 也都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所以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 作为预防 可以有空喝一些橄榄味精华素 其实挺好喝的 甜甜的 有时候喉咙干嗑 就喝一下 或者吃多些洋葱 大蒜 这方面 也都可以帮助 减低 你 对于双方感冒的风险 其实以前的人 双方感冒喝盒仔茶 都很流行切两片姜 加蒜头 是吗 是的 我婆婆是这样做的 除了中草药之外 还想你多出汗 加几粒豆豉 是的 是的 豆豉本身有些益菌 蒜头很肯定 会帮你发汗 吃些姜 会帮你发汗 因为是一种痕血的 弄热点 有些人胃寒 或者有些人是夜抹 夜咳咳咳 寒咳咳 所谓寒咳咳 有些人喝些姜茶 那就搞定了 加些黑糖 姜茶 就自己立即控制得到 好了 好多谢阮医生 为我们作出这么详细的解释 如果听众遇到有任何问题 或者有任何讯息想留下的 可以去我们的讨论区留言 好了 多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再见 OK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